宽容是一种美 深邃的天空容忍了风暴雷电一时的肆虐 才有风和日历 辽阔的大海容纳了惊涛骇浪一时的猖獗 才有浩渺无垠 苍茫的森林容忍了弱肉强食一时的规律 才有郁郁葱葱 泰山不辞苍土方能成岂高 江河不择细流方能成岂大 宽容是碧莉千任的泰山 是容纳百川的江河湖海 大家好 这里是三六五读书 我是潮雨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文章 题目叫 原谅别人 便是放过自己 一起来欣赏 在上海的一家餐馆里 负负负责为我们上菜的那位女士 年轻的像是树上的一片嫩叶 她捧上蒸鱼时 盘子倾斜 星山的鲜�鱼之后 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阴霾的脸变成郁郁的天 可是我还没有发作 我亲爱的女儿便以旋风般的速度站了起来 快步走到女士身旁 露出了极为温柔的笑脸 拍了拍她的肩膀 说 不碍事 没关系 女士如受惊的小犬 手足无措地看着我的皮包 你也如地说 我 我去拿布来吗 万万想不到 女儿居然说道 没事 回家洗洗就干净了 你去做事吧 真的 没关系的 不必放在心上 女儿的口气是那么地柔和 倒好似做错事的人是她 我瞪着女儿 觉得自己像一只皮球 起床地过满 要爆炸却又爆不了 不免辛苦 女儿平静地看着我 在餐馆明亮的灯火下 我清清楚楚地看到 她大大的毛子里 竟然肚着一层薄薄的泪光 当天晚上 返回旅馆之后 母女俩 七七躺在床上 她这才亮出了 葫芦里所卖的药 女儿伦敦求学三年 为了训练她的独立性 我和先生 在大学的假期里 不让她回家 我们要她自行策划 背包旅行 也希望她在英国 实施兼职打工的滋味 活泼外向的女儿 在家里 食指不沾阳春水 粗工细活都乱不到她 然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英国 却选择当女士 来体验生活 第一天上工 便闯祸了 她被分配到厨房 去清洗酒杯 那些透亮细致的 高角玻璃杯 一支支薄如蝉翼 只要力道稍微重一点 便会分崩离析 化成一堆精亮的碎片 女儿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好不容易将那一大堆 好似一杯子 也洗不完的酒杯 洗干净了 正松了一口气时 没有想到身子一歪 一个亮墙 撞倒了杯子 杯子应声倒地 咣当咣当连续不断地 一连串清脆响声过后 酒杯 全化成了地上 闪闪烁烁的玻璃碎片 妈妈 那一刻我真有 坠入地狱的感觉 女儿的声音 还残存着些许惊激 可是您知道 领班有什么反应吗 她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搂住了我 说 亲爱的 你没事吧 接着又转过头去 吩咐其他员工 赶快把碎片打扫干净吧 对我 她连一字半句 责备的话都没有 又有一次 女儿在倒酒时 不小心把鲜红如血的葡萄酒 倒在顾客乳白色的衣裙上 好似刻意为她在衣裙上 栽中了一记残缺的酒重阁 原一位顾客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 她反而倒过来安慰女儿 说 没关系 酒字嘛 不难洗 说着 站起来 轻轻拍拍女儿的肩膀 便静悄悄地走进了洗手间 不张扬 更不叫嚣 把眼前这只金弓之鸟 安抚成梁上的小燕子 女儿的声音充满了感情 妈妈 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 您就把其他犯错的人 当成是您的女儿 原谅他们吧 此刻 在这静谧的夜里 我眼眶全失 原谅别人便是放过自己 这个故事 读了一遍 眼角有泪 再读一遍 依然有泪珠滑落 我想此刻 你的内心也无法平静吧 检视一下自己平日的言行 原来还有那么大的提升空间 原来 善意 可以如此美妙 原来美丽 可以如此接力般地传递 亲爱的朋友 既然我们有幸读到这篇文章 既然我们感动着对方的感动 让我们 从当下改变自己的言行吧 把这份善意 长久地传递下去 如此 我们每一天 将都是幸福和幸运的 原谅别人的过错 自己 也收获一份好心情 以上是今天潮雨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如果你想看到这篇文章的文字内容 或者是了解本期节目的音乐内容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365-365读书 DOS-365 365读书 超语每天为你读书 明天同一时间 咱们不见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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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